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夹杂着明文利亚 还夹杂着自私自利 也就是一天念二十万圣佛号 还是多三土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是乾隆时代 慈云灌顶法司说的 你们看看灌顶法司 大师至元同章苏超 那里面就有了 我在学生时代读到苏超 我感到很惊讶 用他讲念佛 一种不同的国报 第一句就是念佛堕阿比地狱 我就很疑惑 念佛是好事情 怎么会堕阿比地狱呢 我就拿着这个本子去问李老师 李老师一看的时候 这个大问题 他说我不跟你一个人说 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们一会儿再想一遍 一遍条 最后一条是上上平往生 看你用的是什么心 你拿着这个佛法 欺骗众生 图自己的明文力 读阿比地狱 读阿比地狱 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 灭佛是好事情 一定要看他用的是什么心 他的用意活在 他用的是什么手段 他的目的又活在 这个里头有邪有证 所以清净平等心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 去锻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